1月5号韩国SM娱乐公司发布声明称 2015年10月13号以黄子涛为被告提起的请求偿还电付款诉讼 已被中国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判决 判令违反偿还义务的黄子涛向SM公司 偿还SM公司已支付的电付款及逾期利息 SM公司该声明曝光后 黄子涛工作室第一时间在网上回应澄清 针对SM公司1月5号发布的声明中 与事实极其不符的信息 被曾经事实维护黄子涛的名誉 黄子涛工作室特此声明 黄子涛工作室的声明中明确已首先其次 最后予以反驳调力清晰 首先2015年4月份 黄子涛上位于SM公司正式检约 双方一直处于谈判沟通期间 且黄子涛并未擅自扩立SM公司及XO团体 SM公司向黄子涛支付电付款实属自愿行为 其次SM公司蓄意混淆视频 诚诚黄子涛在明确知晓我公司银行账户的情况下 并被在制定期限内偿还添付 自为不实信息 最后SM公司在声明中故意夸大其词 将偿还添付款的诉讼效敌大作 再次上升至毁损中韩两国文化交流层面 并试图以道德逼判的方式引导恶劣舆舆论 声明末尾 黄子涛工作室表示 将委托律师采用法律手段 为黄子涛的名誉维权到底 芒果老新闻 又黑黄子涛 SM公司这项逼得无理滔滔狗袋吗 报道